让我们看一些常见的二次曲面及其它们的图形 那这里一般的情况下 对这些曲面我们直接考试到的机会不多 但是我们以后要讲到Double Integral的时候 这些曲面的图形我们要绘画 quadric surfaces 就是常见的一些二次曲面 那么第一个是圆 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平方 等于a平方 圆的方程 球的方程 我们要画球比较好画 先画个圆 平日再画个圆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还可以整数的画一条圆 那这是球的方程 那么球心就是在 球心就是在圆点 那么如果是其他的 如果出现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还有其他的一些像 那我们都知道也是球 那我们要把它划成标准形 这是这些方程都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些二次曲面的方程都是标准的方程 其他的方程我们可以把它划成标准形 那就是说我们x平方加上y平方 加上z平方 加上z平方等于2z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写成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平方 减上2z 减上2z等于0 那我们通过把z 配方就是x平方加上y平方 加上z的平方 减2z加上1 好 再减1等于0 那就得到x平方加上y平方 加上z减1的平方 等于1 那他就是一个球 他就是一个球 他的center就是001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给出的都是标准方程 那么基本上他的对称点或者是圆形啊 球形啊 这种都是在圆点的这种情况 这是标准形 那么如果出现了其他的响 那我们通常通过配方的方法 把它变成标准形 这个我们叫做sphere 那么我们第二个就是ellipses a的平方分之x平方 加上b的平方分之y平方 加上c的平方分之z的平方 等于1 这是椭球 椭球的话 我们都是画的都是画椭圆嘛 三个方向都是椭圆 那么他的球形也是在圆点 这个这两个都是比较好画图形的 那么画出来的三个圆 实际上是为什么我们画三个椭圆啊 三个方向都是椭圆 是因为我们是跟坐标轴的 做标面的交线 它们都是跟坐标面的交线 我们令x等于0 我们得到y和z平面上是一个椭圆 令y等于0就得到xz平面上的一个椭圆 令z等于0就得到xy平面上的一个椭圆 重面和旋转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x平方 除以a的平方 加上y平方除以b的平方 然后再减上z的平方 除以c的平方等于1 那这个我们叫做单叶双曲面 我们就要做算 hyperbollen oh one sheet 那么其他的我们二次曲面 我们怎么画图呢 我们可以令z定常数 令z定常数去画它的水平 我们叫做level set 我们如果z等于constant 我们这种这样的曲面 我们叫做level set 我们可以通过画水平 计的方式 我们可以小画 那例如说我们在 这个单叶双曲面 令z等于0 我们得到a的平方分子x平方和b 加上b的平方分子y平方等于1 那么在xy平面上 这是个椭圆 随着z的绝对值的增大 我们看相当于是 a的平方分子x平方 加上b的平方分子y平方 等于1加上c的平方分子z的平方 所以z越大 我们这个椭圆越大 但是它们是对称的嘛 那我们看剩下的部分 我们怎么怎么 我们也可以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看 好 我们先画水平几个这样画出来 那我们看如果说是y等于0 就像我们刚才上面一样是x等于0 y等于0和z等于0的平面 如果是y等于0 那我们得到的是xa的平方分子x平方 减上c的平方分子z平方 是一个双曲面 是一个双曲线 或者是x等于0 那么就是y和z平面是一个双曲线 和这样的是一个双曲线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xy平面上 它也是一个双曲线 所以整个这个是一个单双曲线 因为在它最小的地方 它们都是一个椭圆 它们都有接触的 这是我们单双曲线 如果是x平方分子 i的平方分子x平方 加上b的平方分子y平方 减上c的平方 z的平方 这个等于负义 这个我们叫做双页双曲线 hyper 我这一次一个 hyper bullet all true sheets 那因为我们 我们可以看啊 因为这这边是-1 所以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z如果说 z的绝对值如果小于c的话 那肯定是没有解的 因为因为我们这部分 总是大于0 那么1过去就是变成x平方 a的平方加上b的平方 或者y平方等于z的平方 除以c的平方减1 所以说z的绝对值如果小于c的话 这部分小于1 那那右边就是负数 负数 左边是总是大于0 所以没有解 当z等于0 z等于正负c的话 它们是交于一个 值于一个点 也就是说x 我也都只能等于0 好 这是c 这是负c 那当z的 z的绝对值大于c的时候 那我们看 就是都是椭圆 都是椭圆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在xy平面 在z等于常数的时候 给出来都是椭圆 所以这是双叶双曲面 是这样子 这个样子画 因为z z在不同的 z取不同的值的话 它得到的是 不同的椭圆 然后 我看有 我们有 z 等于 b的平方分之 y平方 减上 a的平方分之 x平方 这是马鞍面 马鞍面 我们 或者是叫做双曲抛物面 hyperbolic hyperbolic 这是双曲抛物面 双曲抛物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x等于0的时候 z等于a分之 b的b平方分之y平方 也就是说 在这里是这个样子 在 在 x 在 yz平面上是这样子 但是 同时 当y等于0的时候 当y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又得到的是一个 朝下的 因为是 b的平方分之y平方 那么就是 朝上的一个抛物线 而 当 当 y等于0的时候 是负的a的平方分之y平方 是朝下的一个 是一个抛物线 那么随 随着不同的 xy 在x方向上 它总是朝下的 而在y方向上 它总是朝上的 好 那这是我们 z 针对不同的 这个xy 那么如果是 z等于常数的话 z等于常数的话 就是一个双曲线 就是 y和 y和 x的一个双曲线 所以是这样子 z等于常数的 z等于 z等于0的话 我们得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双曲线 是这样的一个双曲线 现在不关注 好 我们这 这样得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双曲线 所以像一个马鞍 一边往下一边往上 当然我们还有些 还需要把它 z等于常数 画出来 z等于常数是 我们这样的一个双 这样的一个双曲线 正的一个双曲线 然后再来 把双曲线 我们是相当于是画各种各样的水平 几点X点常数 Y点常数 Z点常数 当然我们先令XYZ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画出的 我们在这个坐标面上的一个交线 坐标面上的一个表这个样子 这个图 这个线也画到这 好 这是我们的双区 抛物面 或者叫做马鞍面 基本上我们常见的图形就是这些 那我们在讲二重积分的时候 我们最常见的是平面 柱面和旋转面 这出现的比率是比较高的 那这几种二次曲面 我们大概知道它的图形 知道它的这个LevelSet 那就 就差不多了 我们并不要去掌握的太多 这些是我们常见的二次曲面 因为我们在这边的部份 我们在这边的一边